摩卡壶做出来的咖啡不好喝 煮出来的咖啡怎么拉花 打奶泡好难啊 好 把我们的抹豆鸡稍微调一下 好 现在是拧到最紧 然后它是转不动的 好 我们预计大概是20 22个 1 2 3 4 5 6 21 22 好 把它上紧 预计撑取15克的咖啡豆 喜欢浓郁我们就选择深度烘焙的 喜欢平衡口感我们就选择中深度烘焙的 喜欢花果香酸一点的 可以试一下风固烘焙的 好 看一下这款豆子 这是一款深度烘焙的 是这款2号偏配 我们把它砍上去 进行转正磨粉 这个磨豆鸡挺好用的 研磨也不会太吃力 虽然说我们研磨的已经很细了 研磨非常轻松 OK 已经研磨好了 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摩卡壶 摩卡壶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用的 比勒迪的这个黄色的壶 特别好看 颜值很高 我们把它取下来 主要是先将咖啡粉 装入到我们的这个粉舱内 然后倒在我们的粉舱里面 好 可以震一下 像很多朋友用绿纸啊 用什么的 其实不需要 直接就是把它装进去就可以了 水的话也特别简单 那你也可以不用称重可以直接到这个里面 这里面有毫升量 我们预计会到90毫升 这个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很多人会往里面加冷水 加冷水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想要让咖啡更好喝的话 我们建议你先把水加热到90度左右 好 我们倒入90毫升的水 把水倒在它的底壶 处理好的这个咖啡粉碗给它倒进来 将上壶给它进行拧主 OK 拧到转动为止 好 主咖最大档是六档 这个时候有一个技巧来了 听到这样的声音 然后如果说当咖啡液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就要立即把加热系统关掉 让它的余温把剩余的那个咖啡去把它加热出来 OK 可以看一下 它煮出来的咖啡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关掉了 它是用它剩余的那个温度 给它够面煮出来 现在满房间飘的才是这样的一个咖啡箱 好 我们在杯中加入冰串 再加入八分满的水 再加入我们刚刚煮好的咖啡 一杯冰美式就好了 不少朋友还想在家去制作一个拉花 那我们把剩余的一点浓缩倒入到杯子里面 现在我们去加热一杯牛奶 然后我们把加热好的牛奶倒在我们的分享壶里面 奶泡器给它进行发泡 我们只需要把奶泡器给它放进来 给它进行发泡 把空气打入到牛奶里面 把大的气泡给它卷进去 让它产生了一个细小的气泡 表面整体的比较绵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关 如果觉得它现在的表面粗糙 我们可以拿勺子 将它表面的粗糙的气泡给它取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摇晃 然后中心注入高流距绕圈搅拌 然后压低倒奶泡 倒奶泡拉高收尾 每天喝杯咖啡 每天快乐开心 我是小药 你的咖啡朋友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